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一個話題 如果有得讓你選擇 你選擇不選擇做這份工作呢? 就是做地盤 有人說地盤很辛苦 有人跟你說我賺很多錢 綠皮一個月 有錢你不賺嗎? 有一個女朋友 竟然寧願自己的男朋友 沒有錢也好 都不想他去讀工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擔心他變成地盤佬 地盤佬有什麼不好? 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讀工程 工程相差很遠 跟地盤 有人覺得做工程 你看什麼工程 土木工程那些 可能有機會去地盤也不奇怪 是否只有男士讀呢? 其實我自己 遇過了 有一位同事 她是女生 讀土木工程 對呀 不要緊的 讀工程出創園 但是這位港女 竟然說她接受不到 她男朋友讀工程 做工程師 挺好 找到吃的 但是她為什麼覺得 她男朋友不要做工程師呢? 因為 原來講到 這位女朋友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她說她 未來想做工程師 但是她是很不喜歡的 即是說到女生 是很不喜歡地盤佬的 她說地盤爛仔文化 黃島讀什麼都有 未來一定會學壞 你不是吧? 這些是典型港女 你男朋友 我不是 即是她用地盤佬去稱呼 那 乳帶裡面有沒有一點點鄙視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對各行各業都沒有鄙視 尊重 航空出狀元 都是那一句 但是 喂 你說因為做地盤 會令到你男朋友 黃島讀什麼都有 這個是你的主觀看法 就算你男朋友 不做地盤 做寫字樓 又不是一樣 又會賭錢 又會叫雞 毒那些我不說 其實不一定 做鞭飯 就一定會吸毒 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 毒品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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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黃島 你做很多行業 你以為你做寫字樓就會沒有 一樣大把 學壞 喂 你男朋友早點學壞 看過世面 反而你還要安心 你真是 所以有時候 你越不讓他見識 他就越深思思好奇想見識 賭錢 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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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天性 男人 就算他對你不好色 你就會害怕 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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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i 就算不用下手下腳也會做到很髒 那怎麼辦? 不想別人下班很甜蜜地去半島晚餐 他就整身汗臭地約我 吃招也可以 很甜蜜地接你去半島晚餐就行了 那你去找老闆就行了 要找男朋友嗎? 整身汗臭 就叫他洗個澡 你兩個開心員都全身汗臭 難道你又嫌棄他嗎? 他又提合到網上資訊 工程師起床點很低 他說只有兩萬 不是說要他做醫生 但最少做份得體一點的工作 神經病,工程師都不得體 老實說,又回到這個位置 雖然是航行出狀元 其實航行出狀元的最後 我覺得最終點是自己做老闆 最厲害的就是你創造就業機會 請人回來幫你賺錢 這個才是 最優勢 你看看 李先生 很多地產商 全香港人買他的樓 打工都是為了供過那層樓 你想想 就是那種模式 你做醫生好 你說做律師 他們是專業人士 有天職 醫生 救人 很多日報 !, 公程師幫大家建築建築物 捨立嗯 這廝播 分享了 這廣告 這 ihmene 我覺得 絕對足nen 你自己 對一種 preached 全部都是有壞意識的眼鏡 他跟他的男朋友吱 hablar了很多次 都沒有解釋 另外這位港女又說,由於這個男朋友預計的考試成績都算不錯 就說,有得選擇,為什麼要做這一行呢?大家很愛大家,那怎麼辦呢? 因為很年輕,未來想做工程師,未做到工程師 這一刻有幾樣東西,可能他真的很喜歡做工程師 這個夢想,你也要愛他的夢想,你也要支持他 這是Puppet Love,轉眼睛也不會選他,看你這個樣子 你不要說我死你,學人說,很sweet地去半早吃dinner 你出來還是找老闆更好,一定滿足你的願望 在網上就成為很多熱意,但那些熱意我稍後再說 其實可以告訴這位女士,大家可能她和她男朋友入世未深 以為這個世界很純純的愛 以為只是那些叫雞的人一定是老粗,泛呼酒質 可能在她的眼中,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如果試過,有位keeper,大家知道什麼叫keeper 馬懶,馬懶的keeper 訪問過那些keeper 他說其實在香港,你以為是一些老粗 或者叫做比較南嶺基層的人士才去叫雞嗎?去馬懶嗎? 其實告訴你,不是的 因為這一位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要介紹一下 有些什麼人,有些什麼客源 會光顧在香港刺激消費呢?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西藏也不少 所以告訴你,你自己走去那些所謂的一流一聖地 去看看吧 那時候,馬懶毛球怕那些地方 灣仔那些,登上富士山那些 自己去看看吧 不懂的,你就去看報紙,上網找一些資料 反而告訴你,一定不是的 那些不是惡人,又不是歧視 所以那些,你覺得在街上看,觀仔骨骨 哇,很正氣,天地有正氣 其實不是真的好像你想像中那麼正氣 他也是會叫雞 反而他還是鬼鬼祟祟的 你上去那些,叫做一流一地方 有些以前的洗樓,那些人走到去 一定是一梯幾多火 你眼望我眼的,每個人都選入閘 有些西裝人,有些西裝人 有些西裝人,鬼鬼祟祟 他不是每個人都鬼祟祟 有些是比較害羞,怕被人認得出 他走來上來,有些需要之類 反而,經常都說 你可能覺得他很粗魯,但充滿正義感 其實我不是從一個行業來定那個人,好還是壞 他究竟會學好還是學壞 做哪一行都會 斯文都會有敗類 你以為老粗的一定是不好 很多好人好事 有些公友,或者送貨司機 之前有沒有看過 有一宗 順風,有些哥仔 有些婆婆馬路之類的,好人好事 然後公司有聖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反而,你感覺上有什麼事情上來 第一個先走 就可能你們口口聲聲 或者這位港女 眼中那些,西裝人 甚至乎很sweet 會接你下班去半島吃東西 你以為是嗎?不一定是 其實愛情的事就無分 他職位,做些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夢想 他喜歡做那一行,而有能力去投身這一行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至於你說,工程師起床 怎麼好,只有兩萬 你出來June 即所謂你是一個新人 因為香港地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人工低的 你多捱幾年,然後就跳上去 什麼時候都是 你反過來,我不知道這位女生 將來出來賺多少錢 或者現在賺多少錢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找一個成熟 所以我剛才又說了 他適合找人 幫幫他吧 真的 你一出來就已經很非虎則貴 所以大家的路都不同 當然有些網民覺得 他根本對這個工程 這一科都是不理解的 工程師不是做地盤 工程師跳的range很大 然後就叫他 你嫌棄人,麻煩你放手 大家都呼籲這位港女 不要歧視做一些地盤的人 你真是的 反過來我身邊都認識不少 做劃職的 做工程的 就算他們落地盤 那又怎樣呢? 不代表你賺少錢 這個世界一向都是用那樣的 你賺多少 當然你不在偷偷鬼片的情況下 我告訴你做什麼 你找到吃就可以了 又是經常都說那些說話 英雄莫問出處 你不用理他去哪裡 你不用理他做些什麼 反過來我 好像之前有個爸爸和兒子 在的士上 不讀書啊 以後就叫別人駕駛的士 然後司機一開口 就嚇到老爸 真是窄一窄 找這麼多的嗎? 還有一層樓駕駛 那兒子就心想 那老爸我學他還是學你好? 哈哈 人家比你聰明啊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覺得一樣 你一個人要成功 最重要是你看看身邊的人 經歷過多少 有人就這樣說 如果做兒子的你 從小到大都聽到父母教 很簡單的 你想跳出如果本身家裡 不是那麼有錢 比較基層 你想成功 就是第一件事 先留意一下自己父母 本身多不多會出去 可能會去周遊列國 或者周圍去見識一下 如果沒有的 他眼界永遠 可能只是在這個地方 他傳遞給你的知識 可能只是得到 所以有人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想成功的話 你就要看一些 可能學了很多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東西 或者見識比較廣博的人 那些是值得你學習的對象 好像這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的眼界 沿著於什麼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可能她更小 過了幾年後 她要求的東西不同 過了五年後 可能她要求的東西不同 現在她還未定 現在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只是很pupy love 很想 需要擁有的人 很sweet 可以給我打卡 希望她可以扭轉 扭轉她這種看法 當然 這位女士 後來被插到開行 她說 她說職業怎麼會不分貴賤 雖然說出來很多人罵我 但真心 清潔工和醫生的感覺都不同 她說不太care她人工高低 是她工作的工作文化問題 就算她月入十萬也好 都很難pup off她 嘩 你這句說話 罵你 不是罵你 你看東西看得太膚淺 清潔工和醫生的感覺 給人的感覺不同 那當然 你拿不同界別的人去給她 但她說出一個問題 她說是文化問題 有什麼文化問題 做工程的文化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她會很粗屁 說話不聞就就 她說不會走出來整個歷屎街 很鮮民的 Garry 不會這樣 一出來就 這樣 她說 你月入十萬也好難pup off 幹什麼 老實說 別人找十萬 你很難pup off她 以為她為榮 她現在搶東西嗎 她現在欺騙人錢嗎 我不知道這位女士 將來你會做些什麼 你打算 在家裡做少奶奶 讓男生養 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我其實反過來 別人都會這樣看你 你這麼聰明 你也是找得這麼少 我很難pup off你 或者我覺得你不配合 當然 不要緊的 在我的角度來說 每一份工種 在環境 在社會上 都是絕對有用的 不是從人工高與低 或者是付出她的努力 和她的努力 最主要就是 受人尊重 你尊重別人 是別人尊重你 對不對 不要緊的 當然 有些工程學系的學生 反擊 什麼要我落地盤 我都不知道 那些金融精英 不會黃賭讀 現在的小孩子看世界 真有趣 當然 有很多人現在出來發生命 我讀完肚木工程系 畢業四年 綠皮野起跳 開始 沒所謂 現在 他們看這些 很少問題 金融那些 你看西藏骨骨 全部都是 有些金融財訊 打握你那些 那些 那些 中菇那些 找你笨 可能她想跟我 做人正做狗 然後就曬些名譽 拿些銀子出來曬 你看 她打算混這些 可以回家跟爸爸媽媽說 你看她 她要做人上班 好厲害 每天就賺很多錢 她可能說出來 過得到自己的關 基本上 你自己個人 心裏的那條線 你看東西 全部都有階級觀念 不要緊的 但是 你這樣看人 人家都會這樣看你的 所以 我覺得 如果這位男生 你想讀工程 你有這樣的本事 你去做 最重要是你喜歡 做人的事就是喜歡 我逼你 她打算讀工程 然後叫她 讀金融 或者讀 金融 最後出來 在銀行 做Banker 甚至乎 做一個 數銀市的職員 也好 你不喜歡 沒用的 對嗎 反過來 有些人喜歡 喜歡對客 喜歡賣東西 沒所謂的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開心 難得找到一個自己的興趣 是很難得的事 我們不能跟別人的普通見識 或者 可能 這位女生長大了之後 可能 就會覺得 很後悔 當初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 真的給她 可能再愛她十萬年 也不出奇 但怎樣也好 希望 你記得她今天在網上說這句話 引起爭議 我覺得不需要 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這工作 很專業 有多少人想夢想做醫生 小時候想做護士 但大時候出來 被這個社會摧殘之後 什麼夢想都沒有了 希望她能夠繼續 向著夢想走下去 今集整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 拜拜